好 這加什麼東西 紅酒 有 有 是故意 怪罪我吧 好香 好香 好強 來了 太正點了 我們先吃這個原味 好香 等級超越神戶牛的豐厚牛 好香 怎麼樣 厲害嗎 好吃 好好吃喔 真的非常的嫩 而且它不會太油 但是你就可以吃得到 油脂的感覺 這個肉真的鎖在裡面 融化了 你們沒吃到真的是 你們自己花錢來 一千多少 一千六 一千六 你覺得豬很鮮的 才一份吧 好香 你看看 再加這個 它這個醬汁 這個有點像那個醬油的醬 我覺得它最棒是它咬下去 那個豐厚的那個甜味 跟那個肉汁 我覺得是最棒的地方 而且我第一次吃到 牛肉會回甘的 回甘的 它的甜味會回甘的 它的甜味在回甘 加上這個更棒 它是有點微辣 它最佳是 讓那個油脂過多的話 它剛好讓你吃起來 剛剛好 有點不會膩對不對 不會膩 這個真的好好吃 我覺得讓攝影師吃一口 天啊 你給攝影師吃 你不給我吃 你不能吃 我們要遵守遊戲規則 我們看 好幸福 怎麼樣 好甜喔 放下來了 放白眼 原味豐厚牛 鮮嫩滑順 沾上三種醬汁 薑汁蘋果 陳醋蔥花醬 跟九州特產柚子胡椒 各有風味 同樣好吃到升天 可憐的兩位妹妹 撒嬌妖功都沒用 只能在一旁乾頓眼兒 享受完美食之後 下一個獎賞更棒囉 接著來到大芬車站旁21樓 今年4月才剛開幕 號稱是日本最高的 絕景屋頂露天溫泉 帥 你看這個景色 好漂亮喔 我的天啊 這個風景是什麼 我跟你講這個景色 不算是無敵的海景 你有沒有看到 對 而且重點是 你要能夠在這麼高的地方 泡到這個露天的溫泉 我跟你講全日本 沒幾個地方可以 這麼棒的美景當前 忠哥決定大發慈悲 邀請兩位傻妹一同共享 泡湯皆欣賞大芬無敵美景 這根本是在天堂吧 這樣我們四個人都沒有穿 超快 好尷尬 可是那真的好舒服 而且它有一個淡淡的香味 這趟大芬地獄之旅 真的是超乎想像 哪裡有這麼美的地獄 根本就是一趟天堂享樂之旅 各位觀眾 秋冬泡湯季節又來到 趕快聊到日本大芬度假囉